嗯...復若屋老闆 像很多人都在苗苗苗推我們的饅頭 我們該怎麼辦 嗯哼哼 官場大人 沒有看到即使是這樣 還是有很多人幫那些基層員工講話嗎 嗯...第一線銷售的人很可憐 不要整他們 嗯...不要買復若屋產品就好啦 幹嘛浪費食物 就是利用他們這種心態 然後過了幾個星期 我們只要出價脆漏去 買買同送雞蛋 買買同送iPhone 然後他們就會繼續買的啦 嘿嘿嘿 復若屋老闆 你也挺壞的嘛 哼哼哼 官場大人 你也是啊 哼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